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观察这一季的毛利率是否有比去年同一时期增加 会这样比较的原因主要在于公司的产品组合因素 我们都知道一间公司不可能只卖一样商品 可能第一季A产品卖的比较多 而第二季却是B产品卖的比较好 这个原因在于各个产业的淡忘季不同 那假设A产品的毛利率是比B产品高的 在第一季A产品又卖的比较多 这样一来公司在第一季的毛利率就会比其他季节来的高 所以我们看到第二季的毛利率好像比第一季下降了 但是这是正常的状况 因为产业本来就有淡忘季的分别 因此在做比较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是跟去年同一个季节做比较 在这边举一个最直接的例子 像是最近很明显的涨价题材 晶圆代工的联电 跟被动元件的国具 它们的毛利率都比去年同期来的增加 等大家思考一下 如果销户的数量不变 但是产品涨价是不是就会让毛利率提高呢 所以大家如果看新闻有看到讲价这两个字 就会是新闻的关键字 讲到这边就会有同学很兴奋啦 是不是只要看到毛利率提高 就代表公司赚的钱变多了 如果公司赚的钱变多了 是不是就代表股价会往上涨 no no 其实不是这样的 刚刚有讲过每一间公司的产品组合 其实都差不多 像是外资或是投信都会有研究员去拜访各公司 他们在拜访公司的过程 就会去了解各个产品的出货状况 比较有经验的研究员还会去求证上校游的供应链 这样一来就可以去推估公司整体的毛利率是怎么样 如果公司的毛利率是增加的 追上研究员就可以发布买进报告 这样子就可以比新闻公布的时间 早已不知道公司的毛利率是否会增加 所以很多投资人都看到新闻发布的时候 才发现啊!这个公司的毛利率提高了 不过外资法人就已经在新闻发布前就知道了 这就是为什么会说财报落后指标 因为这些好消息早就都有人知道咯 讲到这边可能有同学会问 是不是这样看毛利率就没有用了 知道也不是 只是我们在看这些财务指标的时候 可以当作辅助判断 因为好消息早就被人知道了 就会有人先进场卡位 这样一来股价的技术面就会领先反应 如果等到财报公布出来确定转好 又会有其他资金去进场布局 因此我们应该首先关注的是股价的价格走势 再来用这些财务指标当作辅助的判断 如果你喜欢揭晓编的基本面分享 记得追踪订阅阿兴老师的频道 及Press Play的课程 老师会给你更多更详细的股市分析 最后别忘了影片要记得帮我按赞按赞 分享并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集见咯!掰掰! by bwd6